这期我们接着讲五简仁 五简仁本名吴沃瑶 日语念作go yoki gyo 字小允号简仁 本来是重简的简 后来改成足字旁一个开始的开 日语念作go kinjin 在日本学界 吴沃瑶和五简仁这两个叫法好像都有 在这里我们就延续之前的称呼 叫它五简仁好了 五简仁还有很多笔名 其中最有名的是我佛山人 就是因为他曾经在广东佛山居住 五简仁家里也是官宦世家 但他父亲早逝 家到中落 十七八岁就不得不到上海谋生 其间在江南制造军械局工作 后来给各家报纸撰写小文章 从1897年到1901年这四五年期间 主编过许多份小报 比如《消闲报》、《采风报》等等 1902年他又印汉口日报之约 到武汉担任了一段时间编辑 第二年就辞职回了上海 也就是在这前后 五简仁开始给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投稿 先后发表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梦史》 《电竖奇谈》等作品 从此名声大造 后来五简仁一度去山东任职 还去过日本 又担任过《英语报纸》 《楚报》中文版的编辑 1905年因为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辞职回到上海 不久后他和周贵生合作主编《瑞月小说》 在上面发表了《两进演绎》 《上海游餐录》等长篇小说 还有《云南野城》等短篇 另外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恨海》等作品 1910年五简仁因肺病逝世 中年45岁 五简仁在晚清作家中算是非常高产的 短短几十年却写了19部长篇 12部短篇 还有近20篇笔记 小品 诗词杂文等等 而且他作品类型跨度很广 按现在对通俗小说的分类方式来看 除了谴责小说以外 还有历史小说 延青小说等等 这里我们就选取各类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来全面地了解一下五简仁和他的文学成就 先来说他最有名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部作品首先在新小说8号至24号上连载 共45回 后来由上海广志书局集结成册出版 共8册108回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是以主角自父亲去世至经商失败 差不多就是1884年中法战争前后 到1905年这二十年的时间里的经历为主线的 小说主角的名字很奇怪 叫《九死一生》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他自述入世二十年 回头想来所见的只有三种东西 第一种是蛇虫鼠蚁 第二种是豺狼虎豹 第三种是赤魅王梁 而自己竟然都毙了过去 可谓是九死一生 而整部作品就写的是他这二十年中所遇见的 蛇虫鼠蚁 豺狼虎豹和赤魅王梁 比起官场现行记 他所反映的面更广 除了官场之外 还包括了商场、洋场、三教九流 比较完整地表现了当时政治状况 社会风尚、道德面貌、事态人情等方方面面 鲁迅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高 认为他文风粗糙、过于夸张 缺乏真实性 也少了感动人心的力量 只能当作闲聊时的谈资 但从叙事技巧上来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是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 在当时 大部分长篇小说 使用的都是张回提小说 那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却采用了第一人称有限视角进行叙述 可以说在形式上 向着现代小说踏出了一大步 接下来讲讲吴简仁的历史小说 他所创作的历史小说主要有三部 《梦史》《梁靖演义》和《云南野城》 《梦史》共27回 连载于新小说 讲的是南宋末年 贾思道卖国求荣 文天祥等忠臣奋勇抗击援军的故事 《梁靖演义》一共二十三回 连载于月月小说 模仿三国演义 描写西晋开国到八王之乱之间的历史 《云南野城》只有三回 同样连载于月月小说 讲的是战国时期 楚国将军装脚西征云南建立颠国的故事 这几部作品所涉及的历史 无一不是战乱的年代 这跟吴简仁对历史小说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他曾在痛使第一回说到自己 为什么要写《宋末原初》这段历史时 表示中国人没有血腥的太多 往往把自己祖国的江山双手送给敌人 还要带了敌人去杀戮自己的同胞 所以想将这些人的事情写出来借古讽经 痛使第一回发表时间为1903年 距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火烧圆明园签订《清丑条约》不过两年多 显然痛使的写作目的 不是为了重现历史 而是激发当时的国民 忠君爱国的热情 此外 吴简仁还在多篇序言中表示 要编撰翻译大量历史小说 做神教科书来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 最后说说吴简仁的写情小说 写情小说又是什么呢 写情小说是吴简仁自己提出的概念 他表示人之有情是与生俱来的 而情不仅仅限于儿女私情 忠君爱国是情 孝敬父母是情 爱护儿女也是情 但在创作实践中 他所作的三部写情小说 《恨海》 《节鱼灰》 《情变》 却都是以恋爱为主题的 比如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恨海》 就是描写了一对官宦家庭出身的兄弟 与他们各自的未婚妻因义和团之乱 从金城南下逃亡 一路上碰到的遭遇和悲惨命运 而节鱼灰和情变 虽然历史背景不同 但也同样是写情侣在大时代中遭遇变故 无法相守的故事 几部作品的主角 或是流落封城 或是出家 又或是不幸丧生 结局都非常悲惨 所以又被人称作是苦情小说 吴俭仁的写情小说影响很大 发展到民国就形成了鸳鸯蝶派 一直到1949年才从大陆基本消失 但传统评价体系 对《恨海》等写情小说评价不高 因为吴俭仁说是写情 但书中人物 总是以传统伦理道德 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作者对此也不遗余力地 加以赞美和表彰 阿英就在《晚清小说史》中表示 《恨海》除背景之外 毫无可取之处 不过是过去才子佳人小说的变种 到了50年代以后 恨海因为没有对帝国主义侵略进行谴责 对义和团运动没有做出正面的评价 反而宣扬忠孝 贞洁等封建道德 而被彻底地否定 一直到80年代 才有了一些肯定的声音 认为他揭示了封建礼教 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束缚和摧残 但如果我们抛弃阶级斗争的分析方式 不以思想道德为评价标准 只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它们 那又会变得怎么样呢